庄园首的拜席会在加州费罗利庄园正式登场 会谈时间长达了四个小时 两个人还特别在庄园里面单独散步 气氛看起来非常的融洽 白宫方面也认为 这次会面是有达到双方恢复军事交流的目的 走下坐车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伸出手 美国总统拜登马上相迎 从这一刻拜登与习近平开始过招 从下车货兵寒暄 开放媒体拍照 短短三十秒一秒都不浪费 直接切入正题 五十多年来呢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丰盛的 打开天窗说亮话 美中之间确实很不顺 在这一年之内 从二月初的间谍气球到南海台海问题 中俄靠拢乌俄战争 以巴冲突处处针锋相对 这么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习近平连说三个步强调愿意沟通 拜登维持一贯论调 必须进行风险管控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两人各自对美中发展定下基调 一个要去除误判风险 一个不要过度竞争 而习近平这一句话似乎还藏有玄机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我告诉特朗普总统 太平洋足够之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 六年前说的是太平洋 六年后进阶到地球融得下中美 这句话被大陆网友解读是眼界高了 但有人认为是大陆眼星更大了 不过回归眼前美国似乎已经认为 拜习会成果合乎预期 确认美中军事恢复交流达到白宫预设目标 而两人面对面四个小时 也不全然都是严肃的面对面双边会谈 安排在庄园内散布一小段 两个人都没有带翻译 真能沟通吗 看来是走得笑容满面 拜登还双手比赞 而会议记录也曝光 两人有些轻松的话题 拜登主动聊到他和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是同一天生日的寿星 再来又是一招回忆杀 拿出了1985年习近平初次访美的旧照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X上发文 说是拜登拿起手机给习近平看照片的 还问习近平认不认识照片中的年轻人 习近平回答是38年前的事 一切都是为了炒热气氛 到了尾声还是相当热弱 这车好漂亮啊 我们红旗车 拜登对习近平的红旗车探头探脑 还拿自己的野兽开玩笑 这手是握到不能再握 拜登一路目送习近平离开 美中两位领袖的亲密感 也同步反映在大陆各大官媒平台的用词 环球网评论 拜习会场地是精心安排 旧金山成为中美关系新起点 人民网则是有中美互利合作的报道 和前几天的畅衰言论差很大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我同意 拜习会要结束时 两人同意继续沟通 就看这融洽气氛 是否能一直走下去 TBBS新闻综合播导 拜习会当然也讨论到了台海议题 拜登虽然强调一中的原则 不过他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 而对于媒体报道 大陆将在2027或是2035年攻打台湾 习近平说从来没有人跟他讨论过这件事 用坦率直接形容和习近平对话的感受 拜习会睽違一年举行 台海议题还是会谈重点 美国最怕台海间会因为沟通不良 擦枪走火 拜登重申 美国还是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看看这次拜习会 美方派出的人马 除了有财务部长和商务部长参加 国安方面的高官就占了五人之多 中方派出的人马则大多为外交事务上的官员 由于台湾明年就要办大选 现场也有记者关切 大陆会不会介入选举 自从去年八月美国前众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中美几乎切断对话关系降到冰点 这次虽然重新会晤 但习近平也这样警告美国 这是他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 另外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法 表示习近平曾在会中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大且最危险的问题 至于外传解放军打算在2027或2035年动武的说法 习近平则说没人跟他讨论这件事 刚刚两个月的时候在Fillette庄严的会晤 谈得很好 很全面 也很湿入 原本拜习会后 中方也对彼此会谈的成果抱持正面看法 却没想到拜登在记者会上说出这句话 拜登认为习近平还是个独裁者 其实习近平访美期间 不断出现反共相关示威 有激将团体大阵仗上街游行 高呼习近平滚回家 We want freedom We want freedom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justice Go home 习近平 Go home 习近平 还有群众在示威不调血中共等于人类公敌 欢迎习总加速师搞垮中共就靠你等讽刺字眼 针对拜登的独裁者说法 大陆外交部正式回应 这种说法极其错误 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 中方坚决反对 但相关话题都没有出现在大陆官方媒体 CN分析认为 中美领袖在对话后成果仅达到低标 顶多达到战术上的稳定 不过说穿了拜习会就是一个各取所需的政治场合 习近平需要美国帮忙救经济 而拜登也想展现领导人姿态 立拼明年连任 虽然对拜登的表现美国内部看法不同 不过这次会议中美至少恢复军事上的联系 并承诺联手打击芬太尼毒害 成果比当初的预期还要好 点新闻综合报道 习近平是否认对台湾动武的时间表 而国内的政治人物是怎么解读的呢 民进党的赖清德他是讽刺 这戳破了在野党贩卖战争恐惧的谎言 而国民党的侯友一则是认为 无论如何两岸都应该要重启对话 喊话对岸就是因为拜习会登场 北京官媒报道 习近平慧众强调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同时外媒也提到 根据白宫官员转述 习近平点出美国方面有报道 指中共打算2027年或2035年动武 根本没人跟他说过这件事 要恶阻提升我们自我防卫能力 加强国防经典 同时为了要降低风险 必须重启对话奔敲锐 戴清德近半回应 这就代表国民党民众党操弄的 战争谎言惨遭习近平狠狠打脸 时间表都是美国的学者 跟我们台湾这边 自己去设定一个可能发生的时间点 中国大陆对台湾或中国统一 两岸统一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在这一次跟拜登的时候 讲得非常清楚 拜席会登场提及两岸议题 辅方自然也高度关切 全球当然包括台湾都希望说 在区域之间能够降低冲突 共管风险 总统府声明感谢拜登会中重申 美国对台的和平稳定坚定立场 并重申反对任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拜席会产生的连锁反应持续发酵 而以巴冲突也还在持续当中 不过现在随着时间推移 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的声音 是越来越强烈了 就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 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也跌到了各位数字 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以巴冲突还在持续 那么现在它变成一个人道危机之后 其实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娱乐讨论 是不是应该以色列马上的来停火呢 我们看到过去和以色列 一直是盟友关系的美国 现在美国人对于以色列支持度 也在往下滑 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份 最新的这个民调当中 就显示说32%的美国人 他们支持以色列 只是说看数字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比较一下 10月12到13号所做的 同样的这个问题 是有41%的人是支持的 尤其在年长者的部分 这个支持度下滑的比较明显 至于有39%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要作为中立的调停者 这个比例也增加了12% 4%的人是支持巴勒斯坦人 15%的人认为不应该要卷入 而其中我们就看到有68%的美国人 他们同意以色列应该要赶快的下令停火 而且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另外有31%的美国人支持 美国交付武器给以色列 但是有43%的人是反对的 这当中有50%是民主党的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人现在支持度下降 当然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定要隐忧 另外是还有哈马斯以及真主党 以及他们在中东的宿敌伊朗 而以色列持续在挺进加萨 国防部长证实了 哈马斯已经失去当地的控制权 而之前传出 以色列是打算以停火三天作为条件 去换取被哈马斯绑架的50名人质 虽然哈马斯同意了 不过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办法谈妥 因此以色列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医护人员拿着手电筒在加萨西法医院的走廊里 一间间巡视病房 但空中粉尘烟雾漫 医护人员一边走一边狂咳嗽 一户冒着生命危险 在煤电又恶劣的环境下 一一确保伤患是否疏散撤离 跟着医生的镜头 来到加护病房 这里的状况更糟糕 伤患被抬到走廊上 整间墙壁被炸出一个大洞 医疗设备全倒在地上 以色列地面部队15号攻进西法医院后 针对这间医院展开定点打击行动 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西法医院 是因为他们掌握到情报 哈马斯把这间医院当成作战指挥中心 为了证明医院被哈马斯所用 以色列释出这段七分钟 移近到底的影片 在医院的多处发现哈马斯藏匿的武器 经过一整天的搜索 已军在核瓷共振中心 又发现更多武器 被藏在医疗器材后方 走廊一旁的柜子上 同样发现大量枪枝 我们在医院的医院 使用武器材 武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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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上 有了 武器材 和武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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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 以军说 这次行动前 有提前智慧 医院高层 比向院方 运送医疗器和食品 但哈马斯和加萨 医生部 全反处认 一军在医疗医院 在医疗医院 西法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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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为人间炼狱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总理痛批 犯下战争罪 的是以色列 世界卫生组织 也再次谴责以色列 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多次批评 以色列大屠杀 如今更多 加萨老百姓 命在旦夕 艾尔段再度开枪 以色列总理 纳坦亚胡的态度 也很坚定 这场冲突已经延烧 超过一个月 以色列大学新民调显示 新任纳坦亚胡的 以色列人不到4% 但相信以军发言人哈加里的 却超过7成 纳坦亚胡开始陷入一场信心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